好 剛剛有民眾反映說他被吃案了 我要請亂加餘的是 這一次呢 白道啦 應該是說警察的部分要求 你黑道必須把嫌犯交出來了 不然這事情難善了 可是我們要問的 交出來之後吃案就好了嗎 還是說就只是這件事情 就這樣子結束了 沒有辦法後續 當然我覺得這件事情 只是冰山的一角 而且從一開始到現在 警方的態度 我剛剛已經說 從事發到現在 我們幾乎看不到說 台北市警察局 包括黃申永局長 包括王卓軍警政署長 有沒有對這件事情有任何的交代 包括這幾天 因為媒體不斷的在報導說 其實警察是有在夜店為事 其實警察跟夜店關係密件 才開始我們警察去介入 調查警察封紀的問題 否則如我所說 一開始我們台北市警察局 都認為這件事 跟我們警察封紀沒關係 那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薛真國跟這個鄭信小隊長 當時一批員警 都在夜店裡面 慶生甚至平常 連休假都去夜店 這樣子的警察 在自己狹區裡面的夜店 做這樣子的高消費 是不是平常就跟夜店的關係 很好 那在第一時間發生事發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打110報警 而是打電話通知自己熟識的 已經休假的薛真國 到現場來處理 可見對夜店而言 他也不想把事情鬧大 因為他知道說 如果通知警察 可能媒體就跟著來等等等 他們也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所以夜店平常就是會 拜託這些熟識的員警 因為他們一開始 可能是找制服警察 而制服警察來的時候 就變得大家都知道 警察來一定有發生事情等等 會影響夜店的生意 所以他們開始轉了去找 便服警察 就像薛真國這樣子的便服警察 便服警察 一方面有警察的身份 一方面人家不知道他是警察 所以就混淆了 你到底是為市安管 還是警察的身份 所以薛真國第一時間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他是警察 在這麼混亂的情況之下 如果他沒有表明身份的話 大家連他一起打 因為把他認為是安管 認為是為市 因為他整個態度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夜店為市的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在夜店跟警察這樣子的 互利共存的生態之下 這些長期 本來是應該去積查 夜店裡面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賣販毒 甚至有沒有暴力傾向 等等的這些警察 久而久之跟夜店變成一個 好朋友的關係之後 夜店出事的時候 是直接找這些熟識的便衣警察 而不是透過110去報警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才導致今天這個事情的發生 所以我們要說的就是說 像薛真國 還有這個信義分局的小隊長等等 這些警察在自己轄區內 可不可以去夜店 因為警察是不能去酒店的 那酒店是因為有女陪室 可是到夜店可不可以 當然就值得來討論 這個東西要去追究 後期的風紀的問題 可是我們持續關注 要請教賓甫還有阿哲 就是針對這樣的情況 大家想說 如果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的話 我不曉得啦 對選情會不會有衝擊 對你們兩位未來要選 會不會有一些些的困難度了 這個當然了 這件這個治安事件 因為死亡的是一位員警 所以特別受到關注 那現在市長也要說要查辦 研辦 那當然為什麼好市長在這個時間點 要說這麼重的話 當然跟選情 跟還是有相關的 那換言之呢 如果這一件事情 我想第一個好市長 他不希望他在卸任前 也流向這麼大的污點 第二個呢 如果這件事情 對台北市國民黨的選情 也造成影響呢 我想呢 他也身為我們國民黨的副主席 恐怕也 眼面無光啊 所以呢 我想這件事情 必須要脫處 你覺得衝擊大嗎 衝擊是一定有的 你看 我們從 從南部看回來好了 高雄的氣爆會不會影響選情 一定會有選情 台中的事情 前一陣子台中的事情 綁架案也一定會影響 台北的事情 當然一定會影響選情 當你一個社會 動亂不安的時候 他如何去相信你這個執政黨呢 所以在剩下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為什麼今天 剛剛我們說我們好市長 要下做這麼大一個動作 講一個這麼重的話 包括我們剛才覺得說 也許他這個話是有點小小的思言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宣誓意義是大於實質意義的 當他沒有講這麼重的話的時候 其他的人會怕嗎 就像老師一樣嘛 老師那鞭子拿出來 不一定真的打 大家就乖了嘛 這個是一個 像前兩天一個新聞嘛 有個媽媽小孩子不去上課 還要請袁姐來帶大家去 那個是一個 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所以今天好龍斌 我想我們好市長 為什麼要這麼大動作 做一個這個宣誓 那包括我們中午警政署也講話 因為畢竟 治安問題不是一個單獨的地方 台北地上好了 台中好像一定一定好嗎 就不一定的 所以為什麼警政署要出來 希望從台北台中 這樣一路所謂的 有所謂的縱貫線什麼 什麼夯不浪噹 這些黑道人有所警惕 在這段時間內 不要再做出傷害這個社會的事情 當然對於守法的民眾 當然希望能夠見到這個 素黑的最大的一個成效 我們先休息一下 持續關注的就是 柯文哲的MG149 馬上回來